疫情升温 着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以及C级上弄长照站 暂停办理到6月14号 不过着西站还是有电话问安 共餐服务改称送餐服务 目前有15位独居长者受惠 主要目的也是降低群聚以及传染风险 不过还是有很多长者表示 希望疫情结束 可以恢复与大家一起上课的快乐时光 武汉肺炎疫情升温 着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与项弄长照站暂停办理到6月14号 不过着西站还是有电话问安 共餐服务改成送餐服务 目前有15位独居长者受惠 人家其实一开始没有办法上课的当下 我们也想了很多方式 但是后续因为时间延后 加上政府限定一些政策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方式就是不提供场地 也避免聚集 不过还是有长辈习惯来到项弄站 要跟其他老人家相聚 项弄站的工作人员也马上跟长辈说明 因为疫情的关系必须要前忍耐 我们一开始也是没办法接受 其实前几天都还是有老人家来到站上 可是我们还是不断的劝导他们要待在家里 那就是加强我们的电话的问案跟访式来去宣导 主要目的也是降低群聚以及传染风险 不过还是有很多长者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恢复可以与大家一起上课的快乐时光 记者高商商卓西乡采访报道